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已知2023是7乘以17的平方 那現在呢,它說小明要用計算機 求出這個數值 但它的計算機,按鍵2 有一個計算機 這個假設螢幕 裡面有個按鍵2 2的話不能用了,壞掉了 好,那現在它說小明已經在計算機上按下什麼呢 按下7乘以17 那就是什麼呢 乘以17 7乘以17 再乘以多少呢 再乘以這個 乘以17 都已經按完了 再按一次 1234567 已經按完7次了 然後再按一個乘以 那再來的話呢 就要乘以這個數了 後面就要乘以這個數了 後面就要乘以這個數了 然後再按六次 他說呢 這個乘已經按完了 現在要按一個252 那252的話,你不能按到2 所以你必須呢 所以你必須呢 把這個因子分解以後 乘出一個呢 這個252來 那現在呢 他說這裡 總共按了六次 123456 總共按了六次的話 那最後一次是按等於 然後前面呢 這五次 要把這個按出來 那麼他說有幾種按法 就是有幾種不同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252呢 我給他因子分解 2 2122的4 2612 2612 23的6 32的6 31的3 3721 好,那你現在的話呢 你要按六次的話 要怎麼按 你不能按到2 所以你2的話 一定要把它乘起來 好,就2的4 那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9 乘以7 加了幾次啊 12345 這可以啦 好,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乘法一定要在中間嘛 不過這個可以對調 497可以對調 497可以對調 就等於三個位置嘛 三個數字做排列 就等於三階層嘛 有六種呢 按法 那還有沒有 還有 怎麼按呢 6跟6 6乘6 乘以多少呢 乘以7嘛 還有這種按法 這種按法是幾次呢 6跟6沒有辦法區別嘛 所以它是不定相依物的排列 就三階層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兩階層 這有兩個嘛 再乘以內 一階層嘛 這有三個 三種方法 也就是說 這有三種方法 所以總共幾種方法 就是6加上3等於9 總共有9種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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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